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敲锁车闻都有什么吧 全新马自达3最早有望于2014年上半年国产 外观方面相比现款变化十分明显 整车的风格偏向更加年轻的消费群体 将搭载创始蓝天系列发动机 预计会有1.5 2.0 2.5等排量 关注三次日内瓦车展亮相之后 到现在已经过了接近半年的时间 这款车型将在11月的广州车展来上市 预计售价13到18万 动力系统方面将搭载1.6和1.6T的发动机 匹配6速手动或6速双离合变速箱 凯迪拉克在2013元试探车展发布了AirMarch概念车 该车接见了概念车Seal的设计元素 车内多采用真皮 石木和金属等材质 凸显了豪华气息 量产后将搭载一款4.5排量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的功率或超过500马力 这款车有望进行量产 如果进展的顺利 投放时间大概在2015年 全新思域Type R也将在2015年上市 基于欧洲版两箱的思域打造 可能搭载2.0T发动机 最大功率将达到300马力 与发动机匹配的是6速手动变速箱 华晨帮马决定自2013年9月23日起 召回5系长州记板 涉及2009年8月24日至2012年8月31日 期间生产的5系长州记板 共计143215辆 本次炸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 电动机械助力转向器的 供电线插头上密封圈和 供电线直径无法完全匹配 炸回范围内的车辆将免费更换 供电线的插头以消除安全隐患 8月18日2013王力丹佛被中国方程式大奖赛 北京站的比赛落下了帷幕 两回合的决赛冠亚气军的争夺非常的激烈 在最后的决赛当中来自神州租车车队崔月夺的冠军 队友李思成获得亚军 来自丹佛润华油车队的吴洛鹏夺的几军 2013北京华油中国汽车拉力指标在于 本月18日圆满落幕经过三天的激烈较量 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车手韩寒孙强最终勇夺中国车手冠军 另外一名主力车手李威江伟涛和斯巴鲁青年拉力车队车手孙超肖松 夺得国际组亚气军的好成绩 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会抱怨说物价飞涨就是工资不涨 为了不让这个油钱成为每个月开支的一个大头 所以大家选择车的时候会格外的注意一下排量的问题 选择排量小的车的确可以省油 但你有没有想过其他方面可能也可以节省点油钱 酒一口一口喝 路一步一步走 喝了酒开快车 咔容易扯着蛋 这两年下来把中国的油都涨到海拔200年 也就是他妈的经贸地78层 油倒是油价本不涨 买了车就涨了价 油价何止疯涨 简直就是疯涨 汽车不能买啊 油价太高 油价已经涨了起来 我不能让它白涨 很多人呢现在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跟别人开的是一样的车 但是为什么油耗差了一大截 然后大家就纷纷的去寻找这个省油的小妙招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可能这个问题呢就出在开车人你自己的身上 比方说你的一些用车习惯 我们来看看吧 下面的这个小片子里边你是不是就是这么做的呀 一夏天高速时关空调开车窗 在炎热的夏季 有些车主觉得开空调费油 高速的时候就把空调给关掉了 采取开窗通风的方式 其实开窗之后空气阻力增大了 同理也就相当于增加了油耗 空调制冷是需要消耗能量的 但是它所消耗的能量是固定的 比方说温度调到确实24度 温度是恒定的 这个时候不管车速有多高 空调所消耗的能量或者所消耗的燃油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不是任何时候开窗都是省油的 二 度接空档滑行 有人认为挂空档的情况下 利用车的惯性来进行滑行可以省油 其实这样不但不省油 还会给你带来安全隐患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汽车 不论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的车型 都属于电喷车 电喷车它在不加油的情况下 电脑也会把此时默认为带速公油的状态 车主认为空档滑行可以省下燃油 实际上一滴也没少 而且对于自动挡的车型来说 空档滑行还会对变速箱造成很大的伤害 三 驾车还要眼观六路 极加速极刹车这些都是直接提升油耗的坏毛病 许多人驾驶的视野不远 只盯着前面的一辆车的动作 而不注意前几辆车的情况 两侧也不注意 室内还经常要等红雨灯 老练的司机看到前方是红灯的时候 一般都会先减油 让车速慢下来 等到车子滑到灯前再轻踩刹车停下 而有的司机则是经常的急刹车 像这样不必要的刹车多了 油耗自然也就增加了 首先从物理学上来考虑 汽车它从静止到加速需要很大的能量 实际上这就是在燃烧汽油 尤其是对自动挡的车型来说 浪费的会更严重些 因为自动挡的病毒箱 它有一个反应的过程 它的动力的传递更慢 相比手动挡的车型 相同的速度所消耗的汽油会更多 四 少走弯路 要定期的检查你的轮胎 每月至少一次保持胎压 并且根据胎压进行相应的调教 如果轮胎磨损的严重 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 进而增加油量 另外选择行车路线也是关乎油耗的大小 应该力求避免在行车的高峰期 或者一堵车段来进行行车 应该错开高峰期 或者宁愿绕道多开几公里 也比堵在路上走走停停的要省油 还有在出行之前 应该设计好行车的路线也很重要 尤其是在大城市 错过一个路口就要多绕出两公里 这样也会增加燃油 5.按规定来添加油品 不仅有好的驾驶习惯可以帮我们节油 按照规定来添加多少标号的汽油 也是同样省油 一般人认为标号越高 油就越好 那么开车的动力也就会越强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汽油的使用是否合乎标准 对于汽车的发动机保护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便添加了更高标号的油 也不会在动力和油耗方面有明显的提升 而且高标号的汽油成本也高 所以根据车辆说明上 建议的标号来选择汽油才是正确的 六 定期保养 最后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定期要对车辆来进行检查保养 火花三老化 积碳 节气门脏 高线漏电都会是点火不正常增加油耗 而这些问题都是长期在室内低速行车会遇到的 所以要定期对汽车来进行检查保养 这样才可以在长期的行驶当中减少不必要的油耗和可能出现的机械故障 我们介绍的这些小方法你觉得使用吗 其实我觉得除了能够节省一点腰包之外 还有就是油耗低也是一个可以吹牛的弹子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本周的推荐视频都有什么呢 推荐视频一次轮朝天也能跑美国来蒙新奈利 在倒立车出场雷倒动声 推荐视频二 剧调丝 国外小哥自知逆天沙发车犀利登堂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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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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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这是整个泡车! će,我会再送你 你能把我的空气捏? 你把我放置着 blocks,你能放着乓车! 運 noget只能放置 你居然了 你踢着乓车的 推荐视频3 女司机的困惑倒车左右不分 前后乱窜 推荐视频4 史上最爱的司机 大吉普激流中被洪水冲翻 女士机的困惑倒车 车会人王 轿车疯狂飘移 站上大台车 现在大家在评论里边的这个留言还是挺广泛的 不光是局限在车型的一些问题了 你比方说遍地风流同学 他在问就是一年当中最佳的这个购车时间是什么 理论上来讲的应该是年底 但是如果你买的车型是很热销的话 那估计全年都差不多吧 然后另外还有两个同学 3029 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你应该叫什么呢 他们在问这个保险的事儿 那推荐两位同学看一下 2012年13期的车文不报 和2013年13期的车文不报 都是13期挺巧的 然后都讲的是保险的问题 还有一位同学他叫悲伤的浪漫 他想买SUV 然后有三个车型在选择 有CRV RV4也叫Rafone 还有一个一虎 然后他也想问问就是买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好 还是买这个涡轮增压的车会比较好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RV4呢 它现在已经换代了 你可以等一等 CRV它是五速的 不过还挺平顺的 然后一虎呢 虽然我自己没有开过 可是看别人的评论说还挺不错的 然后自然吸气发动机 你会觉得它在平顺性方面有优势 涡轮增压的话 它在动力表现上还不错 我给你的答案和这个翁雷峰同学 给你的答案是一样的 就是这三个车的话 那就选一虎吧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同学在问什么 他在问关于保养的问题 他说为什么就是说明书上的 这个保养的公里数 和赛斯电要求的公里数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呢 还是不要听赛斯电的忽悠会比较好 就是你看一下说明书上 然后按着说明书上的走 当然也要结合你实际的用车情况 如果你那边的用车环境 要是比较恶劣的话 那单说 下面呢 我们要来公布上一期 网友的获奖名单了 然后这次呢 要送给这位叫做柯小南的同学 我们看到好几期 你给我们的评论都是很有价值的 然后这一期你也发现了 网友出现评论的这个方式已经变了 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楚 好吧 那本周的全部报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个周一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